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 及安全部队成员实施打赦 穆贾希德指出 塔利班目前已经完全控制首都喀布尔的局势 法律和秩序已得到恢复 塔利班呼吁政府全体工作人员 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穆贾希德还说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是安全的 塔利班已下令 未经允许塔利班人员不得进入任何居民家中 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能受到侵害 据报道 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和克布尔市政府部门人员 已经开始回复工作 公共卫生部代理部长和塔利班卫生事务负责人 昨天同时出现 呼吁包括女性在内的医务人员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目前美国计划在维吉尼亚州 德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三座军事基地接受阿富汗人 预期在三到四个星期之后 将可容纳多达两万两千名阿富汗公民 报道说眼下大约有两万名阿富汗公民 及其数千名家庭成员 一直在寻求前往美国的特殊移民签证 另一据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与卡塔尔完成有关临时安置数千名曾与美军合作的阿富汗公民的协议 消息人士说这指的是近八千名难民 如果协议达成第一批一千名至两千名阿富汗公民可能很快就会抵达卡塔尔 拜登政府已决定多数国人应在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八个月后再打追加剂 最快可能于9月中下旬开始供应第三剂疫苗 报道提到官员规划最快本周内宣布这一决定 目标是让已接种辉瑞疫苗或莫德纳疫苗的民众知道 需要第三剂才能更有效的抵抗凋踏变异毒株 这项新政策将取决于联邦食品兼药物管理局合法的许可 官员说预料接种强生单剂型疫苗的民众也需要追打追加剂 但还在等待以强生对接种两剂的临床实验结果 预期本月底之前出炉 报道指出首批追加剂可能会先提供给养老院和医护人员 接着是其他列为优先群体的高龄者 政府部门的规划是让民众接种与先前相同厂牌的疫苗 报道提到拜登政府官员特别关注以色列的资料 内容显示在今年1月2月接种辉瑞疫苗的年长群体中 疫苗对抗重症的保护力大幅下滑 美国肯物局宣布最大水库米德湖水库进入一级缺水状态 并将从明年1月1日起对供水进行削减 截至到8月位于内华达州及亚利桑那州交界地带的米德湖水库 蓄水量已降低至可蓄水量的35% 是自20世纪30年代胡佛大坝建成后 水库蓄水量的最低水平 米德湖水库为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州及墨西哥 大约2500万人提供用水 过去22年中由于干旱 米德湖水库水位不断下降 截至到8月12日 干旱监测报告显示超过95%的西部人口处于干旱之中 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情况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